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HOME AGAIN 愛情丁劇丁 這部由Race Wispong主演的愛情浪漫喜劇 是由Haley Myers Schiller所導演編劇的第一部電影 她是一位非常年輕的女導演 提到她呢就不得不提到這部電影的監製 Nancy Myers也就是Haley Myers Schiller的媽媽 Nancy Myers是一位非常非常知名的浪漫喜劇的導演 她導過的作品由 塞羅涵毅然分射二角的天生一對 沒有吉伯遜突然可以聽到女人心聲的男人百分百 還有讓戴安基頓拿到金球獎 還有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愛你在心眼難開 另外沒有假期啊愛找麻煩啊 還有最近的高年級實習生 愛情鄰居看起來是一部非常Nancy Myers式的浪漫喜劇 儘管是她的女兒導演和編劇 但是風格還是非常的相似 主角Alex是一位年過四十留兩個小孩 婚姻失敗剛和丈夫分居的單親媽媽 遇上了三個想要拍電影人生剛起步的年輕小伙子 在《遇不靠篇》看起來好像是一段老牛吃嫩草的一個浪漫愛情故事 不過實際上這只是這部電影的開端 真正主打的主題還是藏在背後 整部電影大致上中規中矩 讓人感受到高潮疊起的部分都有做到 裡面也加了好萊塢黃金時代的一些情懷 幫這個故事加了不少分數 雖然我在看電影的時候一直渴望看到更幽默更誇張的演出 瑞斯維斯彭算是相當稱職的飾演了這個角色 她的確把這個帶頂天真的親手女性的魅力表現得滿好的 所有的配角無論大人小孩也都有滿好的發揮 飾演年輕鮮肉的Picot Alexander 更是成功的挑逗了所有的觀眾 不只是在電影當中挑逗的女主角而已 但是愛情零距離還是跟Nancy Miles自己拍的電影有一段明顯的差距 最大的缺點就是每一個推動劇情的轉折都太輕易太輕鬆了 所以每一條故事線的開始都有一點隨便 她們怎麼相遇的她們怎麼會來到這裡 她們怎麼會住下來她們怎麼會喜歡上這個女主人 她們怎麼放棄了原來堅持的原則都三言兩語的帶過了 這在劇本上面有絕對的問題 於是表演也顯得淺薄起來 一部浪漫喜劇在讓人看完之後能不能留下印象 在這個地方會是很重要的一關 每個劇情都太過容易往我們想要 期待它發展的地方走下去了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這種過分美好的愛情故事 我想愛情零距離不會是你在看完半年之後 還會想要拿出來重溫的一部電影 一切都太過美好了 就像這部電影的畫面還有它的色調一樣 或許編劇想要把這種電影中 主角受到挫折的那個部分拉出來 作為整部電影的前提 但是這就讓整個電影的力道和深度缺少了 我們沒有看到主角是怎麼摔下去的 只是看到她突然就 就站得起來了 然後這幾個角色的人生彼此交錯之後 似乎都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改變 看起來像是女主角和三位年輕人 都在經歷一段過渡期 彼此會相遇似乎只是編劇的安排 他們互相影響的地方真的太少了 不過不得不說看完之後還是感覺非常好的 像是經歷了一段很愉快的party 或者是一段很開心的聚餐 她擁有很多那種討人喜歡的溫馨感人 以致就算劇情像我所說的那樣子的一廂情願 你還是不會跳出來的 主角的解釋到她每年生日的時候 都會放自己一天假 讓自己那個晚上盡情的去狂歡 然後到隔天再度回到她的正常生活上面 這部電影就像是這個生日派對的延續一樣 就像是她的after party 可是每一個人到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她的正軌上面 才能繼續向前行 愛情零距離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 無論是對我的這支影片 或者是對愛情零距離這部電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這裡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錢零距離 小鈴鐺 錢零距離